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仿佛从出生开始便没有离开过武术 而且他自己也非常的沉迷于武学 他觉得不论是任何人如果学一点点武功的话 一方面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也只有自身学好了武术 才能为更好的传承武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才能更好地为发扬良好的武术传统 及引导群众强体健身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今的黎亮辉既是西桥上午白美武术馆的教练 也是一名小学的体育教师 虽然还只有二十几岁 但也是弟子众多 其中很多弟子的年纪比他还要大 他说他很享受研习武学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也很享受学会了之后 又能够去推广传承的那一份心情 第一步 扎马 定步练习子舞马 三脚马 二字马 钉巴马等步行 以达到步行的标准与稳健性 首先左脚开半步 脚不能超出身体范围内 然后脚掌要来拔 膝头要向内夹 然后半蹦坐下 然后双手放在空前 两手之间是一个拳头的距离 包括与身体之间都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两手之间也都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然后左脚划半圆上 形成一个丁不丁或不拔的前后马 这个叫做丁发马 首先可以移至杆阳马 移至杆阳马有一个很容易错的一件事 首先两只脚之间有时候会开得太大 两个膝头之间一定要下边来拔 脚掌要来拔 过一点点 然后再说手 手要手握逢眼锤 逢眼锤 然后两手之间一拳的距离 身体之间有一拳的距离 刚刚好 然后再开 前后马上左脚 前后马上左脚 上左脚就不是直接这样上的 划半圆上 对了 好错 然后前后脚之间也有一个容易错的错误 就是两只脚之间一定要 要把手握入 握住 将来坐下 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这个错误是慢的 这个脚 往前这里 是 再前一点 躺 广 广 广 这样 向下 这样就踢不到你的错误 明白 明白 夹住 夹住脚 没错 那就行了 双手之间都是一拳的距离 没错 继续手握放眼床 好 立正 第二步 走马拧腰 各种步行连贯转换 在变换时拧腰 亦可以二人对走 练习步伐之敏捷与腰筋 首先坐下 然后左脚滑半圆 转腰 右边 双手插腰间 然后向左转拉后脚 好 上右脚转 再滑半圆 手 腰转左边 然后往右边 转拉后脚 好 上右脚转腰 好 上右脚 这个动作 它讲究的是腰力 眼睛一定要向前面 这里是转腰 转腰 吸气 呼吸 转腰拉后脚一定要转大幅度 不要太大幅度 转 脚趾爪地 再试一次 准备 好 开左脚转腰 快点 后脚就不能偏离路线 它是直线的 你不要一拉 知道它来了这里 一定要向前 一定要向前 明白吗 上右脚转 好 没错 好 立正 第三步撤拳 练习拳法以及出拳之禁力 由左右抽打 标志直撞 拍锤 拦打 背锤等 先出左脚 形成一个钉不钉法一法 麻布 然后双手放在空间 空前面 右手旋转出 然后换手的时候 右手向后拉 一抽 左手旋转直出 右手旋转回归 以此类推 右手一样是旋转出 左手旋转回归 右手旋转 好 左右撒锤 好 停 这个动作最容易犯的错误 首先拳高过薄 一定要平坚 然后呼吸 吸气 呼气 转腰 还有抽回来的手 一定要出力抽 船回来 好 出拳 出拳 是 呼吸 没错 手压防眼垂 脚趾爪地 好 停 好 立正 第四步 练指 以手指转动玻璃球或铁球 或以手指差米 以练习手指的力量及灵活性 首先要将变成指 然后向下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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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 你要想象下于下面有一袋米 要向下插 插 要吸气 呼气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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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踩 踩 這個動作不可以太直 一樣都要是 手指一定要拉直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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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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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步 練掌 以手掌擊打一些軟中帶硬物體 或兩人推手 以練掌之擊打力及觸覺 好 現在轉 開始慢慢轉 不要跟著我方向走 走 踏住我的手不要離手 踏手 旋轉 推 都是 這些是推手的 做好的馬 有一個一定要練好手的敏感 靈敏度 立 這些也是 這些都是 推 立 踩 踩 都是 好 第六步 練爪 一致 接 抓沙袋來練習爪指力 首先開好馬步 然後 將沙巴拋高 手指快速 將它 拉下 爪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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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拉 左手向下拉 好 停 這隻手 這個動作很容易錯嗎 就好像剛才這樣 第二個 手不要太直 滑 滑 滑 這樣才夠 如果這隻手太直 就沒有了靈活性 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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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它拉 是爪 打 一直 拉下來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這裡可以這樣拉 是 是 好 停 行了 第七步 練腕 可以腕 擊打 軟中帶硬物體 或兩人推手 以練腕力 及其靈活性 首先 用碗 將它 出來搖防 然後 再 手拿 快速 爪 扣 扣著它 鍋 鍋 如果某個彈簧 裝 可以兩個人連推手 去練腕力 練掌和練腕 有一個區別 掌是向前推 練這個掌 扣碗 扣碗 扣 都是 這些是練腕和練腕 其實區別不大 但是 用處不同 練掌 轉一下 轉一下 入位 入位 韌力 這是練掌 連腕 一路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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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 扣 扣 這都是連腕 一定是腕力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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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講腕力 用手腕 力 突然爆發 要挖它 要挖它 突然之間 轉一下 挖 扣著它 扣著它 就走不掉 就像一個蟹肩 踢著它 你明白嗎 第八步 練拳 以平錘 日子錘 打沙袋 練習拳力 奉眼錘 側擊打懸吊的小物件 以練習其準確性 看重目標 轉腰 旋轉 手要光盡 左手 扣 扣 轉腰 打下去 呼吸 轉腰 腳趾爪地 腳趾爪地 保持距離 好 停 好了 打沙包 打人 是不同的 打沙包 是用拼拳 打人 又用白眉弦的突飾 防眼錘 然後打沙包 打沙包 最主要是連重力 拳擊力 重力 要轉腰 腳要扣住 轉腰 腳不要散 不要射力 一定要扣住 準備 轉腰 一定要轉腰 力要滲進去 送球出去 明白嗎 對 左手還可以 對 沒錯 不要拉太厚 直出 對 停 好 第九步 練橋 即練必力的擊打 及耐受力 可用打木桩 捻竹桩來練習 首先 雙手放出 然後 用橋力 將木槍 拋高 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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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練橋力 就要用 這個橋 看不看 手的移關 之前 就要拋起 這樣 用旋轉 滾 拋起 再摺 這個要保持平衡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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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 兩隻手要平衡 一起發力 不要一隻手發力 兩隻手一起發力 坐好 好嗎 是 再來 是 繼續 沒錯 繼續 繼續 是 滾 再滾 好